今天下午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进行了河南与福建队之间的较量 经过了一小时47分钟的苦战 河南女排以三篇击败对手迎来了联赛的第二场胜利 本场比赛之前身穿红色队服的河南队一胜八负已经五远八强 福建队的战绩是两胜六负 晋级仅存在理论上的可能 两支队伍对待比赛兢兢业业 每球必争的态度值得尊敬 河南队场上队员很年轻 身高占据着明显优势 虽然没有明星球员 不过多点开花达得很有朝气 他们在第一局和第三局取得胜利 占据了主动 福建队的正义心是队伍稳定的得分点 他攻防俱佳 全场篮网得到六分 快速多变的进攻斩获21分 作为复攻成为全场的得分王确实罕见 在他的带领之下 福建队两度落后两度扳平 决胜局双方将持到七平之后 河南队利用针对性发球 带动防反 打出了4比0的小高潮 并将优势保持到中场 以15比10赢得了最终胜利 赢在团体上吧 就是每个进攻点都打得不错 然后也因为之前几场比赛总是某一个点在突出 然后今天好像大家都打得挺好的 赢球的感觉确实很好 因为确实福建队特别有特点 然后我觉得这场就还是大家贯彻了准备会的意图 然后做得也比较充分 河南女排赢球了 主教练焦帅非常的开心 作为少壮派教练的代表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能够带领这支队伍走出低谷 焦帅是这样闯进我们镜头的 手上颠着排球 眼镜却专注在队员身上 像是在炫技 也可能是为接下来的训练 做着简单的热身 作为中国男排的前主力二传 和队伍取得过北京奥运会并列第五名的成绩 这点技术对于他来说简直就是小儿科 他是13支联赛队伍当中最年轻的主教练 自称为教练界的小学生 可教练毕竟就是教练 按照刻板印象就应该眉头紧锁 时不时大声和斥 可这位36岁的少壮派 偏偏不按老作风形式 脸上总带着笑模样 尽可能地在比赛的场上 给队员减轻这种负担跟压力 让他们没有顾虑地在场上表现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所以说我也自己一直在控制自己的情绪 在教练的岗位上 年轻意味着经验的欠缺 可事务毕竟拥有两面性 问他年轻的优势 他如此回答 没什么优势 没什么优势 我觉得自己作为最年轻的教练 我觉得很多地方确实需要学习 可事实上除了我们能想到的朝气 还有一点优势通过比赛体现的淋漓尽致 那就是体力好 全场比赛打满五局 历时107分钟 教帅始终站在距离队员最近的地方 屁股没有碰过凳子 失误了不会指责 队员打出好球 他会及时给出回应 河南籍球员朱婷闻名世界 但是能代表家乡打球的机会并不多 因此从教帅2017年接手队伍以来 球队似乎一直输多胜少 想体验那种胜利的喜悦 成了奢侈的事 每一个运动员都是从一步步 从输球 从痛苦 一步步走过来 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 也没办法去逃避 因为河南队目前的情况 确实也比较困难 所以说 但是对于比赛来说 我觉得一定要起到最好的作用 对于焦帅来说 他希望用自己的方式指教 用自己的执着 带领队伍一起走出低谷 迎来更多像今天这样的胜利 是我带的第一批队员 我对自己还是挺有信心的 同时也相信这帮孩子 然后大家一起努力 一定是需要时间的 然后我希望能改变一下 目前河南女排这种现状 通过自己的努力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